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惠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申惠強先生 大家好 強 歡迎你 多謝你 很榮幸 多謝你 我等了這個機會很久 我們以前經常在話題團 很多人聊天 反而現在真的少了 現在很多時候我去探望你的班 才能聊天 你又忙 大家都忙 誰不忙 其實香港真的很忙 現在的演出越多 很多時候我看到你也是 在後台看完電影 但聊兩句又要回家 聊兩句 因為很晚 而且散場十幾點多 十一點多 我們大家都住得完 其實你現在搬到很遠 總之坐過幾小時車上班 下班又坐過幾小時 你那裏很遠 轉完再要再轉 還要你早上一早起床 你那些貓狗 五隻狗 早上帶牠們一轉廁所 然後放工回去 我記得最晚那次就是我技術採排完 回家 但牠們的廁所是兩點多 其實牠們也很慘 他們也很慘 在花園裏面不會在花園裏面 忍住 盡量忍住 真的很乖 真的很乖 你是要分批大嗎 因為要逐一隻貓狗 逐一隻貓狗 逐一隻貓狗 真的要專人 我要逐一隻貓狗 因為我一次過製兩隻貓狗 我做不到 你運動量也很高 是 沒錯 我運動量很高 所以托禮也能保持 你真的要早上 例如你回十點貓狗 你真的要六點起床 六點半起床 六點半起床 然後帶牠們 然後乘車回到工 即是回到上環 九點多 趕快吃個早餐 然後上去準備 天天都是這樣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已經結束了 還要這麼多個 不過有樂趣的 是的 而且我真的很欣賞你和阿雲 對那些小動物這麼有愛心 我去過你的府上 知道那些故事 那些狗是怎樣來的 我真的覺得很好 這個愛心真的不太多人做到 其實我覺得我太太影響了我多點 當然我自幼也喜歡小動物 但我記得牠灌輸了一個想法給我 其實生命是很重要 每一個生命都是很重要 應該要珍惜 是 我記得十多年前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好像沒有認真去思考過這個問題 但是隨著做戲做多了 看劇本多了 或者投入不同的角色的生命多了 我開始人又大了 我覺得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生活上面 我們在小動物裡 我們去營救 很多次我們營救小動物 有很多經驗 但是我覺得很幸運 就是我做戲的時候 我可以通過不同的角色 我去反思這件事 例如我最近做過一個劇 叫做《脫皮爸爸》 是 《脫皮爸爸》是講一個人 一個日本戲 他講一個人怎樣在生活上很老到很失敗 又通過和他爸爸 有一次很神奇的經歷 突然那些年輕的爸爸 逐個出來和他聊天 在這個過程中找回人生意義 我覺得這個戲對我的觸動是很大的 因為其實生命一定有挫敗 但是什麼去支撐你站起來呢 靠自己一己之力 有時是不行的 真的 靠朋友 每人都有自己的世界 有自己的家庭 誰有空理你呢 那什麼可以幫到你呢 有時人永遠都在外望 但是我發覺那個戲有一個很好的訊息 就是 勇氣源自家庭 其實你爸爸媽媽生你出來 你爸爸媽媽給了很多勇氣和愛你 你自己不知道 因為這麼多年來 仍然逆逆逆逆向外望 是 還有理所當然 理所當然 是嗎 有時很多人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到你回頭看 你爸爸媽媽隨隨老耳 甚至乎不在 是 我覺得這個戲給了一個很大的啟示 就是 其實有很多你自己還未發掘的力量 在你身邊 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這一個戲做完 就是排這個戲 直到演出完這個戲 和觀眾分享了這樣的訊息 我自己覺得很舒服 因為我覺得 就是 我自己有機會去反思人生 一個不同 完全之前沒有想過的一個題目 我通過一個戲反思了 我和觀眾分享了一個這麼有意義的訊息 我覺得作為演員 我如果在台上 我做的戲不單單是在自我滿足 而是我和觀眾有一個一起滿足的過程 我覺得做演員就是最有意思的 因為這個戲其實很多觀眾都很喜歡 我想不同的觀眾可能在不同的層面 進去支集到 又拿到不同的滿足感 和共鳴 都不同 最有趣的是 那些年輕的觀眾 那些學生場 那些觀眾沒有感覺 真的嗎 是的 然後我們就說 你記住吧 小朋友 你記住你今天看過這個戲 十年之後 你想一下 你會有感覺 其實是的 真的太小了 不知道 因為我發覺很多小朋友 他們很喜歡說死的 經常說死亡的 很喜歡說的 因為我想這件事 對他們來說太遙遠了 還有可能是禁忌 大人好像說這些 可能是神色路 那些沒有那麼自然的東西 他們很喜歡 那些年輕人是這樣的 例如新手想摸些東西 你叫他不要 立刻摸 因為他知道不可以摸 是 說了不可以摸 你還摸就死定了 所以快點 這次摸到先 整天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這件事 他們未感受到沒有那件事 因為很遙遠 是 當越來越近的時候 他們才會有認識到 所以你剛才說 十年後 可能他們會有跌 尤其是當他有一些經歷 或者他在社會上 在生命上遇到挫折 你會發覺有時候很有趣 你越不認識的人 其實他越能幫到你 有時候你會發覺 我自己有這樣的經歷 就是當我在生活上 或者在學業上 或者在工作上 在不同階段 都遇到一些難題 但是我記得有時候 回到家裡 那碗放在那裡的湯 媽媽已經睡了 但是那碗放在那裡的湯 其實是一些東西 你好像一個廣告 有些廣告就是這樣 是的 廣告捉得好 好像真的這樣 因為他有這樣的經歷 或者他有這樣的感受 才會這樣去拍 那碗湯 還有少許煙 即是你打開那個碟 用碟蓋著 蓋著 你打開還有少許煙 是一些東西 那些可能是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在生活上很容易在記憶裡 已經漏過的東西 但是它是一些東西 是 它是 它會令你在那一天 明明自己也跌得很低的時候 突然會爬上幾格 真的嗎 是的 很重要 廣東人的湯真的很重要 是的 老實說我媽媽煲湯很淡 我外母煲湯好喝很多 但是我覺得那個意義是一樣的 例如外母說 你們辛苦了 我拿湯過來給我們 我去我們的家 雖然我們住得很近 老人家也很辛苦 我拿湯過來喝 我和太太揭開喝 雖然你不會故意說 很感動做戲嗎 不會的 你很笑 你說做戲嗎的時候很笑 因為你根本就是做戲 做戲嗎 你也做戲嗎 但是你喝湯很好吃 你看一下 用不需要那麼多料 不是很多錢 你知道它故意煲來給我們喝 其實你又收了一些東西 收了一些東西 是會令你 不知為什麼 你會覺得 我可以的 明明很累的了 戲想不通 我可以的 洗完澡拿去劇本 然後就想 然後就在這裏研究 把今天排戲的時候 想不通的東西 突然你覺得 我覺得有個信念可以搞得定 有時就是這樣的 不一定要一些很劇情的東西 才可以令到你幾塊氣勢 不是 生活上人生裏面 有很多很細微的東西 那些東西你忽略了 那些東西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但你剛才說 就算湯 兩種 一個是你媽媽 一個是你外母 我覺得都是兩樣不同的 就是你媽媽那種 雖然你說 可能味道慢慢 淡一點 但是她又是 每晚都在做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對她來講 可能她不覺得 如果你因為這樣很感動 她覺得很奇怪 每天都熬湯 給兒子 有什麼特別 她那個愛 不是很刻意 專門去營造 是她自己也當作理想 當然 是 如果你去歌頌 她都覺得 用不需要 可能是這樣 她不會說 特別是因為這樣 我要去做一些事 那是細水長流 我覺得是 但是 這就是 你的家庭對你的愛 這個就是 無條件的 是 這個愛不好 就有些不同了 我覺得 比較刻意 是 相對來說 你說這麼多料 她做的時候 她是有個心 專門去做那件事 是要去 告訴你 我對你的愛 是 是另一件事 雖然我覺得 兩樣都是愛 但是 那樣是不同的 是 很好 我覺得 有些東西 就是在旁邊 她都沒有斷過 她從來都在那裡 但是 但是 你 你留意的話 你會在那裡拿到一些東西 會的 尤其是 我想我這些想法 可能 十年前沒有的 但是 真的 去到一個年多了 我覺得 原來 自己有很多東西 自己有很多東西 不是我的天份 或者我的努力 那麼簡單 而是 自己有很多東西 那些東西 是 你可以在那裡 再令自己 再變得更好 家裏是一件事 我發現了幾個月 那些狗 是一件事 雖然我要照顧牠 但是牠那種 感激 或者牠無緣無故偷吻我 你會覺得 夠了 可以了 就是這樣 我今天可以了 每一天 自己每天計算 今天 很腐足 睡覺 真的 笑著來睡 真的 可以的 不如你寫個跳皮狗狗 我寫電影不行 是嗎 我寫電影 我覺得那件事是最直接 和我最喜歡做的事 是 所以有些人問我 為何你不嘗試做導演 我不知道為何 我真的 從演藝學院到現在 已經超過20年 在台上 如果計算中學時候 你不知道 是 但我不知道為何 我只喜歡演戲 這麼多年都只喜歡演戲 你會不會是 其實很早的時候 有人是影響你 令到你這麼喜歡演戲 一定要提 這個人 是 杜國威先生 杜Sir 杜Sir 即是 怎麼說呢 已經開始 眼淚濕濕 那又不至於 他 我讀可立中學 他在學立中學 教地理 但同時 他是 掌管整個 學校的 劇社命脈 一個很重要的人 他就不斷 在不同的班 裏面 找一些 很喜歡演戲 或有天分的 同學仔 加以培養 我覺得很榮幸 他找了我 我也是那種 不知為何 是喜歡演戲 到不得了的人 事緣 我們那時候 每年都有一個 四個社 有一個叫做 《戲劇之夜》 然後就說 每個社 都自己 組一個戲出來做 什麼比賽 拿冠軍 拿最佳男主角 我呢 那一年是 我姐姐在台上 演戲 我還未接觸 我看 這麼差勁 我做得好過你 我當時這樣想 不知為何 我未演戲 為何我會覺得我做得好 我也不知為何 到第二年 我中三 開始我自己的社 那些人找我演戲 慢慢 賭Sir又找我 我就覺得 我不知為何 很理所當然 我就不斷喜歡演戲 甚至乎 那時候 都是換票性質 但我會研究 自己去做 怎麽做 不知道怎麽做 又沒有什麽系統 可能看一看戲 看別人怎麽做 不知為何對那件事很沉迷 我因為太沉迷 課外活動 演戲 我留班 真的嗎 我留班 我中四留班 真的有付出過 對 很沉重 對 代價 但我繼續演戲 那班主任已經生氣 你不讀書 你回來 你參加課會和我讀書 我不管 我喜歡 到中午了 我們那時 自驚了 會考 其實我未害怕 中午 會考之前有一個 叫做模擬會考 那時 我繼續演戲 那班主任已經想著 你正在衰 當然我是衰了 中午真的需要做成績 但那幾年 我有點不顧一切 我媽常說 為什麽你這麽沉迷 令你沒生氣讀書 本來你讀書也可以 我不是很差 讀書可以 但那幾年 最關鍵的幾年 就是中四中五 我就不斷演戲 我就 中四要重讀 中五又要重讀 中五重讀 本來其實 班主任已經說 你這樣喜歡演戲 不如你考演還是學演 杜sir都說 其實你考慮一下 考演學院 但我份人又很臭脾氣 我覺得哪裏跌低 哪裏站起來 我要再考多年 於是那一年 因為連縣校 重讀都沒有資格 那時 那時的分數 沒有那麽多大學 沒有那麽多中六的學位 我便於是讀師校 那時讀師校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 那一年我真是丟下 甚麼都丟下 就這樣 真是很必須讀書 讀完 考完 然後我釋懷 雖然那時我只有十 九歲 但我不知為何 我已經懂得 有一種釋懷的感覺 為什麽呢 因為我發現我不適合讀書 是 我這樣付出 都只不過是 我重讀那一年 只不過是考到那個成績 那個成績 雖然不錯 但是我覺得 我付出和收穫不成正比 因為我根本就不是這塊料 我一會考完 我就去報演學院 我知道我可以報了 在放榜前 演學院已經收了我 所以 去到我拿成績單 那天 其實下務處說 你可以報中錄 你報不報 不報了 我去讀戲劇 我記得你開家庭會議 開家庭會議 然後跟你媽媽說 有些人是做這些 有些人是做賊 你生出來 你兒子生出來是做戲的 我讀演學院是九零年 那時我爸媽說 怎會去讀戲 大佬 你去讀職業訓練 我都覺得那件事實在一點 但我真的跟他們說 其實我真的沒有家庭會議 家庭會議 粗人低下層 潮州人更加不會 你家裏是否講潮州話 不會的 有時會 都很本地化 但那次真是人生第一次會議 就是為了你究竟是否要讀戲劇 我真的跟爸爸媽媽說 有些人是負下做賊 你負下做醫生 有些人負下做黑衣 你兒子生出來負下做戲 我真的沒有話說 其實他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他們可能不知道我在說甚麼 但他們可能是第一次發言 原來這個兒子對這件事很堅定 我想那件事說服了他們 你好像這麼肯定的 為甚麼呢 認識我十多年都不知道我是這樣 可能他以為我傻子龍蟲玩玩玩玩 所以他們真的給我讀 他們也供我讀 其實我很感謝他們 供我讀 但我 辛苦的是嗎 他要供你讀 不是有錢人家 但我也很生死 因為我打書期工 那塊錢我交了一半學費 之後我也申請關東去讀書 其實中間盡量不想花他們 但過程裏面 我覺得他們 你也知道 老人家來不來都會 唉 你不知道是不是入錯行 唉 經常都三更半夜才回家 誰讀書讀得那麼晚 唉 唉 不知道你能否找到工作 當然有這些說話 但出於關心 接著又有碗湯 對 接著又有碗湯 我媽媽不懂寫詞 我媽媽沒有讀書 但那碗湯其實有很多說話 在裏面 即是千言萬語 是的 明白的 但那時候當然不想這些 一心想著戲劇 藝術 我覺得如果不是他們信任我的選擇 我也不可能有機會再在台上繼續 到今時今日去 即是可以有機會經歷這麼多事情 所以其實很好 我覺得很幸福 這件事是 爸爸媽媽 又關心自己 又信任自己 我覺得已經很好 雖然 老實說 其實我當時有壓力 因為 不是真的有錢人家 如果我初陀了幾年 而做不到成績給他們 白費了他們幾年 對我來說是壓力 但我覺得也是因為有這個壓力 所以我很努力 剛才我說過 我不是一塊讀書的材料 但我一生讀書 讀得最厲害 就是演藝學院那幾年 所以我覺得我找對了 而賭sir的啟蒙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沒有他也沒有我 其實很好 你這麼早已經找到 不會去錯配那件事 因為有些人是 就是迷信讀書的 迷信學位的 其實真的不是讀書的材料 那當然不是 那就是做了那些他厲害的事情 我有兩個朋友 都是很早 一個是16歲 他說他真的試過很努力去讀 但他真的讀不到 他不知道第3 他說真的讀不到 幸好他家裡有一點 即是可以 給了第一些夠錢 他就去學美容 學完他自己很早開美容院 很快 他很幸運 他家裡有夠錢給他 對 即是有跌 他起初他自己都去學 很努力 當然他很努力 即是他給客人的服務很好 很好 他很快 我想他19歲已經開自己美容院 很快就 後來開了 有人收購了 他賣了去 他已經不休 真的很好 我另外有一個朋友 他十四歲已經跟媽媽吵架 被媽媽趕了出去 他在加拿大 他就不要緊 我自己做銷售 他真的不斷 很努力地銷售 他有天分做銷售 他養靚 英俊 那時候很年輕 他口才好 中英文西班牙文都說得很好 他還很厲害 就是加拿大冰天雪地 他十四五歲 他特意簡直很冷的時候 他會圓門禁鐘 他說你一禁鐘 人們看到他的樣子又可以 即是口才又好 又這麼淒涼的一個小孩 給你入屋 他說給你入屋 已經做銷售 一半了 已經贏了一半 所以他一個多月後 他已經上升銷售 英俊 真是成功得快 真的 你也很早成功 我不是 千萬別這麼說 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 不要迷信 學位 即是哪一件事 你去到學校真的出狀元 而且要堅定 對於你自己選擇的事要堅定 這件事很重要 其實你現在做了一個成功的演員 其實我都覺得很多事情配合到你 譬如你父母真的不去了解你 或者不支持你 那又是可能沒有你的 即沒有你現在成功的演員 如果你自己不夠堅定 可能跟父母說的下音算 是嗎 是 杜sir也打我一同 杜sir在過程裏面 因為我會考 我第一年會考不行 我跌倒了 即是我覺得很醜 躲起來 雖然自己明知自己也不方考得好 但沒理由這麼差 我自己有一點點想躲避 杜sir在電話上罵我 在電話上 你這樣怎麼可以 你這麼容易就自己藏起自己 你是這樣的人嗎 原來你新偉強是這樣的人嗎 你自己想清楚吧 他真的配合了我的頭 但這次這樣罵我又是醒醒的 我是嗎 我這麼容易跌倒嗎 好像不是 我會不會只是自己沉溺了 在痛苦裏面 就是演員本能 我其實 我覺得 不是這麼大件事 我應該可以 我應該站在身邊 我覺得人生 在不同階段 有一個人 說過一些重要的說話 或做過一些事情 掛一掛我也好 揮一揮我也好 其實給了一些力量 我覺得很幸運 有 我人生裏面 不同階段 都有一個這樣的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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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覺得 杜Sir很關心你 他這樣說 合理了你的 而合理下去 對你有效果 我相信 杜Sir是作用英才了這麼多年 他可能都會合理過其他人 有些人真的浪費了他的心思 可能會合理過那些人 會不會是這樣的 或者是 努力不了 或者是沉淪的 喜歡 真的浪費了他的心願 所以我想杜Sir其實很開心 他用到你的心血 打你 可能是傷在你身 痛在他的心 我好像從來都沒有認真跟他說 多謝 你現在要說 多謝你 他一定會罵我 是不是 都不真心 快點叫杜Sir上來看 好 我知道你這個演藝生命 其實還有很多人都 很適合你 或者鼓勵你 好 你下一集跟我們說 好 好 我們下一集再跟阿強聊天 拜拜 拜拜